疫情去緩 本土個案再度加零 也沒有死亡個案 但是境外移入有七例 其中有兩例屬於突破性感染 醫師沈正南認為 9號新增本土小女孩確診 算是救案 台灣實質24天本土加零 清零並不是問題 但接下來要怎麼走向國境開放 是一個讓人傷腦筋的問題 新加坡幾個月前決定 從清零轉變為與病毒共存 現在每日新增三千多例 死亡則是個位數 紐西蘭雖然確診數沒有暴增 但是已經擴散出奧克蘭 台灣的醫療系統 如果沒有能力負荷 每日新增上千確診者 那還得以清零為目標 醫師沈正南認為 清零不是靠封城 是要靠疫調和匡列隔離 必須要隔離14天 專家普遍認為 台灣現況沒有條件與病毒共存 清零與共存該如何拿捏 是指揮中心 接下來最大考驗 記者謝宏如王一仲台北報導 有關於《暴力》 《暴力看的地區中長》 記者是爆最近很全體的電影 香港的視像 某警集中長 早安裝 今天14期中的警察 早安裝 警察 目前明明 警察 早安裝 警察 警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